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二十人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 十七位参加红军长征的华屋子弟出发前 到村后山种植了十七棵松树 约定革命成功后一起回家 然而青松依旧在十七位红军战士 却全部牺牲在长征途中再也不会回来 系列报道 新长征在出发 今天推出顾湘纳十七棵青松 央广网瑞金七月四日消息 记者范存宝盖州台记者王欢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 在瑞金市夜平乡黄沙村华屋的后山上 一棵棵苍翠挺拔的松树连成一片 其中十七棵树上还盯着写有名字的小木牌 人们称这些树为烈士信念树 八十多年前的这个季节 瑞金夜平乡华屋村充满离仇别序 十七位后生加若红 君后踏上长征路 华屋如今的面貌王欢舍 那时正是到清和律的时节 尽管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遭遇空前危机 后方的人们也感受到了战事的紧迫 但是支持红军的热情依然高涨 华屋村党支部书记黄日称说 当时只有四十三户 一百多人的华屋村人 愿倾尽一切保卫苏维埃政权 当年我们的华屋 家家户户都是亲其所有 有钱出钱 有的甚至把价格都捐出来购买公宅 这十七个年轻人 是我们最后能够奉献的 全送出去参军了 十七位红军战士在战略转移前 回到家乡与亲人道别 临行前每人到后山种下一棵松树 约定革命胜利后一起返乡 如果有人回不来 活着的人不仅要为阵亡的战友照顾好父母 还要照看好这些松树 清松依旧在不见耳难归 后来乡亲们在后山上建庭立碑 把这片树林取名为烈士林 将十七棵松树称为信念树 展开全文红军 后代华松树抚摸象征父亲华亲才的青松 王冠社松树沿着路 两边疑似生长 树径已经超出了一个成年人的壁为 烈士华心才的一父子华松树 今年也八十三岁了 在后山修剪杂草时 他常常会抚摸挂着父亲名字 华心才的那棵松树 仿佛这样能离父亲近一些 我爸爸是黄沙区的宣传部长 我叔叔是黄沙区的区主任 爸爸参军一个多月后 我才出生 我爸爸二十多岁 很快就被杀掉了 华重启说 如今 每到清明 华屋人都要到烈士线念树上挂红纸 戏红丑 给小木牌上的名字涂上红漆 以特有的方式平掉烈士英灵 谁家里有大使 西使 也会来到树下来聚聚 追忆往西蒸荣岁月 畅想明朝美好生活 哭的时候看看松 不屈不挠 奋勇献身的革命精神 始终流淌在老区人民的血脉里 华屋保留的土贤房内景 王官社 1934年7月 第五次返为搅斗 正最为激烈的时刻 中央领导机关 从华屋一千到三十公里外的云石山 临时中央政府 暂住在云石山头的云山寺庙之中 当时 寺庙住持是一位法号诺能的和尚 洛能和尚热情地接待了毛泽东和张文天 他把自己居住的最好的左厢房 让给毛泽东和贺子珍 云山四洛能和尚的徒弟 赖医会回忆说 毛泽东来云石山的时候 和我师父一起喝茶 经常聊救国的道理 救国的理想 我师父也很感动 他就讲 你们来救国我们很欢迎 没有国就没有家 他很拥护他 毛主席在这里跟群众的关系相当好 1934年9月下旬 国民党委叫红军主力 向中央苏区中心去发起总攻 局势愈发紧迫 战略大转移迫在眉睫 10月10日 中央机关的领导 在云石山边入军委第一 第二野战纵队 从这里踏上了慢慢的长征路 云石山因此也成为长征第一山永在史册 如今见证了当 年中央红军豪迈气概的云石山运发威额 山下风景更胜当年 时机而上 长征第一山五个红色大字 刻在巨大的岩壁上 岩壁下 一场特殊的党日活动正在进行 云石山乡党委书记 刘英金说 云石山乡人民不会忘记那段红色的历史 他们的血液里永远流淌着红色的基因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 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